台中深夜昨天发生了一起叫车最大牌的意外 当时车上是两名大业大学的男同学 连人带车坠落十公尺深的溪水 消防人员赶紧是把两个人抢救出来 送医之后还好恢复了呼吸心跳 但还是有生命的危险 由于事发地点是在水南重化区一处转弯处 彼此初步研判可能是驾驶不熟悉路况 加上下雨是胜不得 大学生被救出来时 受困车内十几分钟 一度没有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抢救 接着另外一位大学生也被救出来 腹部突出 吞了不少水状况危急 大学生驾驶的白色轿车 四脚朝天坠落到十公尺深的溪里 溪水相当湍急 事发地点是一个转弯处 驾驶疑似不熟路况 加上下雨事件不良 连人带车坠落 目击者表示 看到轿车没有刹车 冲破铁丝围栏 发出巨大声响 准备要回家的时候看到 他车子直接开下去 我开到突然车子不见 我有听到蹦一车 蹦两车很大车的 我有这么冲来看 两名商者是大业大学的学生 分别22岁和19岁 送医后晚回一命 还在家户病房中 因为两人跟着车子一起倒车冲 加上身上系着安全带 增加救援困难 车窗是紧闭的 然后他们身上还是系上安全带 白天重回现场 位在水南重划区 原本是条笔直的道路 却突然断尾要左转 驾驶一没注意 就会掉入大牌内 加上晚间照明不够 根本是危险路段 酿成这起意外 记者西安中 林宏奇山街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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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